花莲是游客在夏天旅游的避选地点 而海岸溪流在假日时常涌入大批的游客泡水消暑 而溺水事件也因此经常发生 收封消防分队辖内又有多条的野稀 因此到了夏天溺水救助案件也就特别的增多 而收封箱消防队是呼吁游客 一旦遇到溺水事件 千万要记得防溺五步骤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来等待救护人员到达 夏天花莲野稀就传出了溺水事件 为了让民众了解夏天溺水的安全 以及面对溺水事件发生时的急救措施 收封消防分队特别宣导民众防溺五步骤 那我们防疫五个步骤呢 主要有叫叫声泡滑 叫叫声泡滑 那第一个叫的时候 是如果你在水域活动时间有发现 有发现逆者的话 那请大声的呼救 请大声的呼救 如果你是逆者当事人的话 请你除了大声呼救之外 也可以拍打水面 来增加一些吸引力 来增加吸引力 那我们第二个叫的部分 那就是请求你身边的同仁 或者是你旁边的一些亲朋好友 帮忙拨打119电话或者是112或者是118 通知警察消防或海巡人员前往救助 那第三点 声 那可以利用 利用你现场有的资源 做一些声出物 譬如说一些竹竿 你可以把竹竿递给要救援的同仁 他可以抓住 那可以很轻易的把它带到岸边 或者是你可以利用你的衣服 可以用你的裤子 可以把裤脚传递给他 那用手来做一个接触 如果距离不够长的话 你可以使用你的一些衣服或者裤子 打结来延伸这个距离 来做一个救援的动作 那第四点 抛 抛出我们救生的器材 如果现场我们有救生圈 或者是你的一些救生绳索 可以用远距离的抛给他 让他增加他的福利 或者是说你现场有一些保特瓶 或者是保力龙 可以增加福利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丢给这个救者 丢给这些逆者 那他们拿到东西之后 他们可以增加福利 也可以增加一些 扩救的这个机会 那最后滑的部分 那由我们那个消防人员 到达现场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橡皮艇 的这些救援 防力武功夫就叫叫身抛滑 还有玩水时必须注意的身体状况 防逆时招 这些都是在细水前 必须注意的状况 而在救援的当下 民众更需要注意 CPR口诀 以及患者的口中医务清理 受风小绑分队 也提醒民众 如果看到有人逆水 以自身的安全为第一考量 不要让自己成为了第二个逆水者 第一时间应该紧急通知119 明确的告知逆水地点 记者凌杰 受风箱采访到 记者凌杰